梅花台風外圍影響下起陣雨 但是雨停時地面上的流水量卻沒有減少一樣大 因為自來水管線老舊的因素 導致中山區復興路259項自來水管破裂 也造成部分地面均裂 德安里長謝鳴傳向市議員張炳軍反映後 張炳軍要求水公司儘快修復之外 也希望一併協助重鋪附近均裂的路面 維護來往車輛的安全 更希望水公司編列預算 太舊喚新這裡老舊的自來水管線 避免一破再破不斷漏水 當然我們第一時間跟自來水公司通報 也感謝他們願意第一時間來到現場 儘快地找到漏水點 然後來去完成修復 但是因為漏水也造成部分的路段 有出現一些凹陷或者是坑洞的問題發生 那經過我跟謝鳴傳機長 跟自來水公司研議討論之後 他們也願意將這些破損的路段重新修復 來保障民眾的安全 這點我們是要給自來水公司給予相當大的肯定 當然其實我跟謝鳴傳機長 我們同時也希望我們自來水公司 針對我們復興路259線 這一個路段的自來水管 其實可以做太舊喚新 因為大概十天內已經破兩次了 那代表他水管的使用期限可能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盡快的變略預算 然後我跟謝鳴傳機長 會來協助他們把這一個路段的水管趕快換好 還好我們的住戶都沒有停到水 但是我也希望自來水公司 在未來把這一段路 像議員剛才所說的管路總是那麼久了 需要更新就給我們地方幫忙一下 水公司一區處漏水防治課長表示 會儘快修復水管和路面 也會向區處反映儘快編列預算 更換這段老舊自來水管的經費 我們會考量整個經費的配置上 來優先考慮 這個是我們目前可以努力的地方 那至於說後續在路權的申請上 剛才譯作也跟我們指示了 有關於路權的申請 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協助的話 也請我們跟議座這邊報告 做一個跟市府一個溝通的平台 水公司也派出怪手和施工人員 開挖漏水點積極趕工搶修 減少對附近社區住戶可能的停水影響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